大家好,我是Den 12月22日,由柏瑟俊韩索宇主演的 Netflix韩军 Kyongson Kreacher开播了 该作品以1945年的景城为背景 讲述了日军对朝鲜人进行的人体实验 导致了怪物的诞生 因为这部戏让韩国人联想到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韩国人实际经历的痛苦 此外,剧中出现的抗日运动 独立运动家爱国团体 更是增加了韩国人的痛恨和投入感 但是根据媒体报道 该剧被部分日本网友们收到了严厉批评 尽管历史记录了当时日军 对韩国以及其他国家无故拼命造成的伤害 但他们却不是反省祖先的耻辱行为 而是对剧情和演员进行批评 特别是一些针对女主韩索宇的酸言 引起了韩网的共愤 昨天,韩索宇发布了 包括安君元一世照片在内的 Kyongson Kreacher剧照并留言 这不仅仅是景城的浪漫故事 而是发生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一段历史 这个时代有怪物的诞生 这些怪物是从人体实验中产生的 在这个IG底下 有很多日本网友们留言 没有考虑日本人的感受 你有为等待你发王的日本人们着想吗 又是在反日,真的很遗憾 我爱韩索宇,但现在真的很后悔 我身为日本人很想看 但是需要勇气 说实话,这个留言对粉丝来说很伤心 韩索宇回复 虽然悲伤,但这是事实 感谢你的勇气 而不只是IG 在推特也有很多日本网友们留言 大家看到韩索宇的IG觉醒了吗? 想过不能原谅美国 所以我觉得韩国人的反日思想真的太可怕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些网上的日本人真的有够不要脸? 这是被假历史洗脑了吗? 怎么就不承认他们祖先犯下的错呢? 由于现在在日本非常受欢迎 所以他可能对拍摄这部是有些犹豫 但他非常努力的投入 并在IG上毫不顾忌的发布这样的帖子 真的很酷 我也是其他IDOL的粉丝 但感觉IDOL们为了避免引起争议 所以对光复节 穿韩服等都很小心 觉得很耻辱 所以真的太酷了 日本人就算了 但是爱日本爱疯的韩国人 在这里留言赞扬日本的留言 真的很想揍他们 因为眼睛和作品品质受到批评 所以用反日宣传来提高话题性 安俊文医师在日韩合并前就去世了 他和1945年的时代背景有什么关联 这种假反日宣传真的令人作恶 虽然不是非常出色的剧集 但感觉还不错 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受到过度批评 我想可能是因为剧中涉及日本的暴行和独立运动吧 我们国家深爱日本的那部分人 只要一提到日本就激动哈哈 对于国家敏感的问题最好不要有所反应 我很喜欢韩索语 担心他会受到影响 对于韩索语在IG发安俊文的照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在大家的国家也有所谓那些可以骂自己的国家 但不允许骂特定国家的人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东方龙和西方龙的差异 很多人应该知道西方人心目中的龙 与东方人心目中的龙有很大的差异吧 我们用利斯拉平的美国国籍成员云金 和日本国籍的Kazia来看一下东西方龙的差异 不过这条龙是不是有点奇怪 其实这是恐龙 Kazia太可爱了 西方的龙是土火害人的感觉 东方的龙是有点神圣的感觉 两个人都画得很像自己KK